2022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2022我们看到奋进电器 铁路板块金石稳固 雅万高铁跑出一带一路加速度 乘轨牵引连续十一年领跑 杭州亚运进展中车风采 归宫协同作战 轻能源跑出产业发展新思路 中国新闪耀全球 宜兴 诸州两大新基地盛世奇目 新能源电区昂首破十亿 20万台道下线进展激情加速度 通信信号稳步向好 全力充私FAO信号首单 新能源发电开局基本好 九州版图在天新成员 高端器件去世三十年 传感器门营得新发展 工业传动呈国产化东风 矿山冶金空调多方位发力 供电系统深耕重庆市场 激活区域营销新力量 海工装备再突破 海阔龙越畅游海上风电领域 国际化市场杨帆再出发 八大战区打造产业增量新引擎 2022 我们看到智慧电器 赶攀关脚天梯 雪域高原 开创长岁打磨先例 国内首创高铁大部件智能铺换装备 实现新能源版无限遥阔 多产齐下 混合编组作业 让无人驾驶作业更给力 夯时传统核心技术 全球首套无数立方电产电频系统 惊艳奔事 微微太行浩浩前行 智慧大脑 助力重载列车轻松闯关 首台包绳铁路 ZXG120型综合检测车 完成验收交付 可靠加倍 机能源汽车电区或行业首批电控动力安全 双认证证书 标准国际范 时代电器在全球轨道交通行业 发出红亮中国声音 2022 我们看到低碳电器 风光无限 中车灵碳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掀起绿色之风 神技出力 自主矿卡无人驾驶为绿色矿山注入强心技 330吨 居重若轻 为矿山居无霸 装上自主 低碳心 静速轻赛道 斩获国内首个大功率 IGBT至轻电源批量顶单 心动绿翼 半导体功率器件为绿色地球输出中车力量 烛光前行 大功率俗串式光伏逆变气 无惧极端环境 巨市时代 乘用车电驱产业 卷起绿色创新浪潮 2022 我们看到红色电器 党的二十大精神 引领高质量发展 飘扬的旗 打造挡箭机明线 释放红色生产力 红芯照亮风光 先锋足迹 踏遍南北 挡箭共箭连箭 深度融入客情 2022 我们看到幸福电机 枝叶观情 欣喜职工 深切关怀 温暖人心 全力护航 后浪成长 青春价值 升华闪光 温暖有力 奔奔能量战 提供无穷新能力量 阳光向上 挥洒汗水 开出快乐健康 2023 我们将拥抱 怎么样的时代典计 我们将有 持续向好的 多元产业 不断创新的核心技术 驱动发展的改革引擎 新的一年 让我们以 奋斗者的初心 追梦者的信心 攀登者的决心 创造无限可期的未来 2023 你准备好了吗